许多游客来到凤林 经过台九县就会看到 凤林镇公所清洁队员 修剪出来的水母树 让许多民众看了都觉得稀奇 这样的修剪树木技术 在镇长萧文龙刻意培养之下 练就了炉火纯青的技术 也让凤林镇许多街道 都相当美丽以及吸睛 露树的修剪 是需要长时间的技术培养 才能够将树木修剪到 一定的程度 而这样的功夫是需要培训的 在台九县凤林路段 可以看到路旁的榕树 被修剪成水母造型 最近在网路上 更是被民众疯传 称为水母树 镇长萧文龙指出 环工所的员工 在长期的培养之下 就练就了一身好手艺 才能够让凤林镇的街道 相当的美丽 成立一个环工所 不但只是清洁队清洁以外 那所有的草 所有的树木都是由我们防工所的员工 自行去修剪 过去镇工所把修剪树木已经砍草 都给外包的工程 用花包 外面的人来施作 我当时是认为说 我们凤林年轻人相当多 平时要找工作不容易 所以我就把要花包的经费 转换为请我们镇工所的 镇工所来请员工来修理这些树 所以他们一直在修 一直在研究 我也跟他们讲 你修树以后呢 自己要看不要头低低一直修 你修好呢 自己要看哪里不好的时候 你再修 所以他们自己呢 学习自己再修 变成到现在呢 可以说是像专业 镇长肖文龙也指出 凤林镇在日据时期 就已经规划为棋盘市的街道 在凤林镇环工所 所有员工的经营之下 近几年更是让凤林镇的街景 打造出相当美丽整洁 让许多的游客来到凤林镇 感受到不一样的客家大镇的新魅力 记得临结 凤林镇采访不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